上个月的某一天 我把这条视频上传到了Zack King的网站 参加了他举办的Magic of the Month 真是很可惜 昨天他泡出来的视频里 并不包含我参加的哪一条 不管怎样 中的参与 以借此机会来介绍一下 这位你们一定都认识的 网红魔法师 Zack King 据说2015年的春晚 央视曾愿意出资5亿 来邀请一位网络红人 来到中国表演魔术 以此来弥补刘谦 被封杀后 魔术在春晚舞台上的缺失 虽然他的魔术确实出神肉化 健康并且清新 但那并不算是 真正意义上可以表演的魔术 他不像传统魔术师 只用自己灵巧的双手 和迅速的遮蔽动作 去制造造造言法 他的魔术技能 都是巧妙地利用错位 通过视频后期的剪辑效果 视频的特效 让观众产生视觉上的误差 达到魔术的效果 这些也让他成为 新时代第一个拥有 互联网思维的魔术师 他让所有粉丝所折服 尽管这些魔术 只能存在于 一个个玻璃的屏幕里 但却从不会让人觉得无聊 他就是有男巫 剪辑王 帅哥魔术师之称的 Zack King 商业 娱乐 生活 凡是好说 有钱就好说 活是好什么 我们接着说 根据一些财富杂志的数据测算 Zack King的身价是300万美元 有的说是500万加 更有的说是接近了700万 根据公开的YouTube数据分析 可以得知 Zack King的YouTube频道 从图表中就可以看出 每月至少可以吸引 大约5000万的点击量 再看看我自己的 我和Zack King 简直就是云泥之风了 按照YouTube 平均每千次点击量 频道可以获利3美元到7美元的平均值来计算 Zack King一个月的收入最少就有15万美元 一年下来超过1.5个million 是情情松松的事情 但是记住 这只是能找到的已经公开化数据的YouTube品牌商 单一的广告收入而已 可想而知 还有数以百计的各国各种社交平台 成绩的广告 制作的小电影 参加的影视节目 那些财富杂志的数字 我相信只能是最保守的估计 而从这些成绩表上可以看出 他在YouTube上的榜单 只能抬在A减的行列 显然这里还不是他的主战场 在如日中天的短视频分享平台 TikTok中Zack King的成绩尤为突出 Top 5 Most Viewed Video Zack King的魔术视频就占据了4席 2021年的4月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官网 更是颁发给了他一张证书 以表彰Zack King成为 TikTok上本丝最多的男性创作者 也正如他在TikTok的个人简介中的写道 用15秒为世界创造更多的奇迹 Bringing a little more wonder into the world 50 seconds at a time 如今他确实做到 Zack King 美国人 1990年2月出生于俄亥俄州 波特兰 在我这次查资料的过程中 居然国内的部分网站 以俄传俄说他是波兰人 我还以为这些网站的小编 也学习了他的魔术剪辑技巧 把中间的特给剪掉了 是波特兰 好吗 拜托 你们能不能跟我一样 转眼 从面上就可以看出 他拥有一半的亚洲协同 准确地说 他的爸爸来自中国 也正是他的爸爸 在Zack King 7岁的时候 给了他一部摄像机 让他在朋友的婚礼上 随意地拍摄 就这次小小的机缘 便把影视这只小爬虫 植入了小Zack的体内 让他和影视行业之间 开始了他们的不解之缘 Zack很幸运 他赶上了通往互联网 社交媒体的头班列车 2008年遥远的北京 正在举行第29届奥运会 年仅18岁的Zack King 便在YouTube上 开设了自己的第一个账号 The Final Cut King 他频道里教授大家 怎么使用Final Cut Pro 这款视频剪辑软件 你现在依然可以看到 他这个已经N年 没有更新过的YouTube频道 他也就是通过这些 看似免费的网络课程 通过YouTube后台的广告分帐模式 筹集了足够的资金 让他自己有机会进入 Morata的一所基督私立大学 Bella University学习 Cinema and Media Arts专业 和所有年轻人一样 被影视小八虫 已经爬满全身的Zack 一欣赏地搞成大制作 和最著名的导演合作 他最希望拍出 像《侏罗纪公园》这样的电影 但也和所有的毕业生一样 年轻的Zack 受到了真实生活的当头一棒 就好像当年 刚出学校门的你一样 被告知 你的工作 只能是在办公室里复印 整理文件和打扫清洁一样 你必须从片场的机场做起 如果有一天公司给你机会 你才能拿起摄像机 为了自己的电影梦 他和他的朋友Aaron 拍摄了一条 《绝地舞猫》 《鸡蛋捷特》的短片 你依然可以在 The Final Cut King的频道上 找到这部短片 上传的时间是 2011年的9月15日 这也是他真真正正 发迹的第一支影片 他们利用厚纸板 浇水 坚韧的仇线 还有几只听话的猫 并完成了第一个大制作 当然其中还有他自己拙劣的表演 便宜的五毛特效 以及那些精巧的视觉设计 和最初的梦想 在上传YouTube的第三天 点击量就突破了100万 所以我刚才说 赞也是幸运的 出名要趁早 在他24岁的时候 就已经是一名播放量 达到100万的创作者 2013年 YouTube将他评为 美国最有前途的年轻电影人之一 YouTube Next Up 创作者大赛中 赢得了3万5千美元 当然 这也只是他之后 众多奖项之一 比如2010年和2011年 他两次获得了 伦敦电影节最佳短篇奖 2016年 成为最佳葡萄藤艺术家 等等等等 从刚才所说的 Zack King的YouTube频道上 A减的非官方评分上来看 Zack的真正幸运之地 并不是YouTube 而是另一款APP 短视频的鼻祖 Viant的心情 Zack用4年多的时间 在YouTube上被大家所认识之后 Viant在2016年创立 这款软件允许用户 创造最长6秒的短并 分享到社交网络 2012年的10月 被Twitter收购 2013年的1月 登陆iOS平台 几个月之后 Viant便成为了市场上 最受欢迎的视频分享应用 用户数呈爆炸式增长 由于2013年2月 一位土耳其记者用Viant 记录了美国驻土耳其 大使馆外的一次爆炸 袭击事件而名声大噪 同年的4月9日 Viant就在APP Store 成为当日下载次数 最多的免费软件 没有之一 5个月之后 Zack King也搭上了这班列车 成为短视频赛道 享受第一波红利的 内容创作者之一 2013年的9月 他看到自己身边的朋友 都在使用Viant 于是他也注册了一个账号 发现上面有一类视频叫做特效 这简直就是给Zack 良心定做的平台嘛 于是他在之后的30天里 每天制作一段视频 放在半上 随着智能手机的兴起 移动网络的普及 和费用的逐年降低 每个人只要打开手机 短短几秒钟内 就能被Zack King的视频所震撼 奇迹终于发生了 这些视频形成了病毒式的传播 他开始从真正意义上 成为了一个网络红人 2014年更是登上了 Alan Talk Show这个家喻户晓的电视节目 Viant和Zack King 就这么相互借力打力 互相成就 但互联网行业就是这么仓酷 平台的模仿者越来越多 2016年上线的TikTok 就是诸多模仿者之一 Viant却因为涉及到了色情内容 而被Twitter管理者 以重整为借口 永久地禁止了用户 再上传新的短片视频 虽然现在Viant已死 但Zack King早已通过这个平台 完成了自己的原始积累 Instagram Twitter处处开花 在TikTok上更是直接爬到了第一的位置 你是在哪里第一次看到Zack King的视频 打在下面的留言区吧 但千万不要觉得 现在Zack还在仅仅依靠着3D最终 简单的定格动作衔接换装 继续着自己短片魔术类视频创作 看得出它正在往更专业的影视视觉领域所转变 带有一点人脑人眼之间的科学研究 实实在在地把一部分资源 倾向了生物探索的领域 比如这两只鸟的颜色 其实是一样 还有这把椅子 换个角度看 其实是这样的 这个订阅的小铃铛 也可以变成点赞的大拇指 嘿 你是不是也应该订阅 点赞一下我的频道呢 另一方面 Zack早已深入人心 已经形成调性的小魔术 也必须坚持 这就是互联网的既定规律 它必须继续并创新 自己的新的魔术视频 但在它的视频揭秘的 一些长视频中 可以看到 它的这些魔术视频 好多都已经不再是 只要是有好的idea 就能成功地 模特下来 越来越多的都是来自 真实的场景 一镜到底的连续拍摄 越来越多被看到的魔术 你以为这是他或者是他的团队的后级剪辑 实际上是他真的四巨资 搭了十几 他的影片已经印合到一些专业大制作的水准 通过流畅的真实场景的拍摄 来展示Zack King的理念 而不是一张当初长时间的后期制作 毕竟离Zack King成名的日子已经接近快十年 现在他的那一套无缝连接的拍摄和剪辑手法 早就被大众所识破 以前昂贵的拍摄器材以及电脑 还有他教售的剪辑软件 比如Final Cut 甚至RE这些特效软件 也早就可以被普通人所运用的如火纯青了 千万别还以为走在行业头部的Zack 依然在原地等着你们追赶 哪怕他比你拥有更多的鬼点子 或者更加专业的团队或者资金 不然如果他不多走一点 站在行业的前沿 我们又能抄他的什么呢 我相信Zack也不建议我们的模仿 就像每个月他举办的 和我这次参加的Match Month一样 他可以集合自己追随者的诸多视频 放在自己的频道下换取点击量 去赚钱的同时 也满足了像我一样的追随者的虚荣心 做善事也不亏待自己 Bringing a little more wonder into the world 祝福我吧 我应该还会继续投稿Zack King的 Magic of the Month系列 如果我有幸被选中了 我会再做一期关于Zack的成功之道 生活 商业 娱乐 凡是好说 有权 就好说 活是好什么 我们下次接着说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